裡頭搶癢癢 一名老婦人摔到三公尺深的 大牌水溝多處擦傷 老婦人被救起來的時候表示 當時她在農地工作 突然一陣暈眩 接著就跌到溝底 消防隊員看到她大量流汗 推測老婦人可能是熱衰竭 她會嚇到 她會流血 有流血 對 那妳有試著去拉她上來怎麼樣 嗯 不能動 她會痛 世貌地點就位在高雄山林區 當天設施溫度高達32度 75歲的潘行婦人跟女兒到農地工作 老婦人突然無預警的摔落到大牌水溝 索性救起來的時候沒有生命危險 消防隊員也說 高雄山區從4月開始 早上8點到下午這段期間 每個禮拜至少都會接到一件 熱衰竭或是熱中暑的案件 患者會有頭暈 噁心 想吐 而且會有意識喪失 外頭高溫炎熱 民眾應該要隨時補充水分 也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 也要盡量避免高溫曝曬過久 慢性命患者以及老人和小孩 最容易中暑或是熱衰竭 一定要補充水分 水分一定要充足 大概一天至少差不多要2000cc 要是真的不小心中暑了 可以先鬆開衣服 用溫水擦拭身體 千萬別用冰水 會導致血管收縮 不利於散熱 也可以喝點鹽水 補充流失的水分 進入夏天 高溫動則30度以上 養成喝水習慣 做好防曬 降低熱衰竭和中暑的風險 記者吳國珍 潘穎文 高雄報導 試試吃 www.atl.atl.us